好 咱们接着连 哎 哈喽 你好 哈喽 喂 能听见吗 哎 能听见 怎么称呼哪里人 呃 我是老观众 呃 嘉越来自 比林 新加坡比林的 马来西亚 哎 您好 嘉越姐 很久不见了哈 来 这是我接下来 很久不见 你想聊什么话题 呃 主要是 真的让人难受啊 听到刚才那位先生的聊天 主要想 呃 做个回应 嗯 真的 我只能说你 不知道要用 什么词来形容 我真的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 可是 就凭他的聊 他聊天的语气 我至少能证明一件事情 他是完全不了解国外什么状况 就说新加坡好了 呃 首先关于你说新加坡 呃 你说的没错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呃 这里的人 相对友善 这个我同意 因为大家都是华人嘛 就都 我也是说米南话的 是不是 可是 有一点他说不对了 他说国内言论很不自由 是不是 那我就来 那我就来 那我就来告诉你 你倒是试试看 在马来西亚 你到底 我们马来西亚上脸书上油管上推特 全部不需要爬梯 不需要翻墙 可是 我就给你说一件事情 你倒是在新加坡的脸书 去骂开国总理李光耀 我看看你会不会被抓进去 你倒是在马来西亚的脸书骂元首 我倒是看看你会不会被逮进去 我今天就给你说个例子 在李光耀过世没多久 我在新加坡的新闻里 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有一位之前演过小孩不笨的那个演员 他的名字叫红次健 他就因为批评这个开国总理李光耀被抓走了 你如果想知道 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搜这个新闻 你在网上肯定能搜得到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所以别跟我他妈的说什么言论自由 This is all bullshit 不管你去到哪里 都不会有绝对的自由 自由就像是风筝和线的关系 绝对不能无界线的自由 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回应 关于你说国外国外很自由 这个那个 我的评论都不知道被删了多少回了 你还来跟我扯什么言论自由 然后第二 你嫌人家 你嫌人家做爱国生意的 说什么 什么无谓的爱国 脑残爱国 对于这样的言论 我只能说 法轮功话来回应 我的法轮功话的意思是 这跟法轮功的思想 简直是一拍即合 因为在法轮功的思想里 他们只有自己 在他们的眼里 我们认为的国和家之间的关系 是只有 有了国才有家 但是他们是相反的 有了家才有国 但是理论上的确是如此 家 但是 就跟台湾某位 那个什么学者 叫什么龙应台 说什么不要大国崛起 只要小民尊严 那我就想问问你 这位李先生 如果你是生活在缅甸那样子的地方 你 你真的觉得你 你有小民尊严吗 你真的觉得你有 你怎么说呢 你还能大声地在这里 大声地在这里骂罗尼 在这里骂我们这些 什么爱国观众数字低下 你真的觉得你还 你还能做到吗 如果你是生活在 这样一个地方 那我倒想问问你 你 那你觉得 你在你的眼里 你真的 你觉得什么才叫做爱国 难道国家 国家发展起来 你 你真的没有义务 要爱自己的国家吗 你生活 你出生在那个地方 你在那个地方长大 生于之 师 长于师 你真的觉得你没有义务 要爱这个国家吗 就因为别人 为了这个国家 去帮这个国家说话 然后就被你贬低成什么 盲目的爱国 什么脑残粉 那你们这种 跟那种 怎么说呢 跟那种 数典望主的人 又有什么区别 一个人跟一个 一个野兽最大的区别 是人懂得感恩 至于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 我真的没有什么话 可以跟他们说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无论 就像一个母亲 跟一个孩子的关系 母亲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觉得不对 就从 就不会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就跟这种人 根本 根本说什么都说不通 因为 在他们的主观意识里 已经写在那儿大大个字 就是 共产党就是邪恶的 就是不好的 无论他做什么 都是为了宣传 都是为了 看领导的面子 就 就 就都是这种 下三滥的言论 就像这些国外的人 看中国一样 就不会 用另外一种角度 去看待问题 无论是 从谁 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都觉得是极端 极端爱国 都是给中国宣传 虽然他 不是什么红媒官媒 他们 也用这样的主观定性 既然已经有主观定性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可言 根本就没有什么 中立可言 所以我一直都说 我不相信 什么李宗克 李宗克就是胡扯 然后再来第三 你 你这样子说 雷哥 跟 还有其他的一些 爱国 爱国博主 我是不太了解 我也不想去了解 雷哥他做 做视频 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爱国 但是 人家有能力 到国外 去生活一段时间 去走遍世界 去看这个世界 然后回国 回到国内去生活 证明人家是有本事的 总好过那些没本事 然后又整天吹捧外国好的人 可是又不了解外国的真实情况 他觉得人家国家福利好 就因为这表面的东西 然后他就 他就用这表面的东西 去踩低自己的国家 这种人 我真的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非蠢极坏 一个国家 我们要看这个国家 不只是要看这个国家的正面 也要看这个国家的反面 我同意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不可能没有问题的 这个大家 大家要面对现实 这个西安的这个疫情 我在油管也在拼命的骂 他们那个做法 我也在拼命的骂 但是你骂 你要骂的有建设性 那你们 你所谓的言论自由 你是想要很像台湾那样 无穷底线的这样骂 然后国家停滞不前 然后 然后邦交国断到剩14个 这个就是你要的 你要的结果吗 你一味的在言论自由 然后天天的在吹捧言论自由 然后大家都不用吃饭的是吗 天天在吹捧言论自由 天天在网上面 胡搅蛮缠在那里骂人 这就是你们要的言论自由吗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 用什么字来形容这个人的智商 首先一个国家的人 要生活的好 要生活的幸福 首先 是要和平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看你只要翻开现在的电视 你不是说言论自由吗 你只要随便爬个梯 开个门 已经不是叫翻墙 你拿锁石开个门 你到外面去看 有多少的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 那你每一个月的收入 你已经有万多块钱了 你难道 你就不应该觉得知足吗 因为有了这个国家和平安定的环境 然后才造就了你今天的生活 有房子 有车子 有的人 连吃饭都成问题 你还不懂得饮水思源 那你跟情受又有什么区别 我想请问 然后第三 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多 没有这么多爱国的博主 在那里说话 为什么现在才会有 因为你没有看到 在外国人 在外国的媒体 在西方的媒体 是如何报导 是报导中国的 人家报导中国 然后你舆论场在人家那边 所以我时常说 一定要掌握话语权 舆论在人家那边 人家 你报导的事实 人家不给你推荐 你能怎么样 这些 这个国家真实的声音 发布出来 你又能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那些 那些义务爱国的人 就只好去 去油管 开频道 然后从 从一个小小的自媒体 向中国 把中国微弱的声音 发出来 难道这样也做不对吗 难道这样在你眼里 也成为脑残粉 爱国粉 极端盲目爱国 难道就因为这个国家有问题 我们就不爱这个国家 难道这就是你的意思吗 那 那如果 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用 数点忘组来形容 我已经不知道应该 应该用什么话来形容 我这觉得 回复你都是 多 都是多余的回复 因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无论他去到哪里 他都不会 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这就是我对你的回复 你今天可以在这里 大声的骂人 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 你换 换别的地方 他们连 吃一口饱饭 都是失望 所以 真的要感恩啊 为什么我要 为什么我要帮中国说话 为什么你们大家 在庆祝新年的时候 我在跟这帮年轻的 年轻的小孩辩论 论中国 为什么 因为我 因为我们 我们这里的华人 是受过中国的帮助的 我们大家是同根同源 我告诉你们 如果 如果中国倒了 我倒是 我都要看看你 你们能生活的 有多好 尤其是住在美国 那些地方的华人 我们 我们是已经被 怎么 被歧视 被歧视到怕了 所以 还是那句话吧 习近平主席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可不是瞎说啊 好了 就说到这里吧 好的 感谢我们的这个 大马华人佳悦姐 感谢你的 连线发表你的观点 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